謝謝大家,我叫做廖哲宜 這樣 那至於為什麼要開始知道這部電影 其實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其實也很想看 對嗎? 其實我們是有想要探討的議題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每天我們其實打開非常多的新聞媒體 看到的是重生非常多不同的暴力事件 那其實我們希望透過我們這個時代的觀念 來看到到底是什麼叫做所謂的暴力 其實可怕的事情 到底是肢體的暴力 還是那些復興言語上面的暴力 要做什麼 而別人比較多時效的話 是因為我們去探討 從補至今每個時間點下 都在發生暴力的事情 然後利用一個有台具劇團的形式 跟現實形式包裝著這個電影 重新說出一個不一樣的電影的形式 是這個電影中 剛剛我們一開始看到你們的製作公司叫1987 1987有什麼特殊的遺憾嗎? 因為我們團隊大概總共有60多位的成員 那都是 around 就是1987年 25歲左右出生的年輕人 然後我們算是全素人 但相當是全素人 一起來派生這部電影 那其實一開始 為什麼會有這個團隊的成立 然後就稍微說一下 所以其實我們那時候的特別的出發點 在想像就是 現在我們其實很多年輕人會對於我們 現在有些會 大法進行非常多的報名 或是非常多的不滿 就比如說那時候 我是那個什麼 成年紀念我拿到那個唱片的補助 然後大家可以罵說 為什麼成年紀念我拿到補助啊 什麼之類的 但其實我的看法在於就是 你與其報名不如先 且而做去證明說 其實你們自己是有實力的 讓長輩或少年輩看到我們這個團隊 是可以做出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我們團隊 就是在團結的例外 把六十分具體起來 還是我們實際下過一種電影 讓大家看到我們想要看到的意義 更我們是有能力可以做到 有規格的電影能跟品質 也就是我們團隊的初衷 有志祺 不過後來文化部的長輩 還是多了輔導金給你們 叫他介紹 哈哈哈哈 太好了 因為這個作品 確實做出了一定的成績 當時其實很多評審看到了以後 都覺得應該鼓勵建築 不是只會說 或是真的去做人的輕人 好 那也沒有規定到 一定要進行到成績 我們把麥克風交給旁邊的男女角 Merry Leo 來跟大家來 剛才我們看了 好多人好暴力的表現 本人看起來非常的斯穩 跟他講一下你演的角色 不要破太多梗的情況下 好嗎 大家好 我是李明雅 然後我在《史夏暴力》這部片 是男女角他叫李文化 然後是一個在高中的時候 就是非常的平庸的一個小孩 然後有一群好朋友 但是爸媽媽是老師 然後可是他卻成績卻平平 然後甚至不喜歡念書 那這件事情就圍繞在他 就是喜歡的一個女生 被體罰 被學校體罰 但是他覺得非常的不公平 為什麼要體罰他 然後他停生而出 為這個女生說了一些話 然後最後才慢慢的揭露 有某些事情發生一下 謝謝 他這位演那個 成立不圖書的 男女角是台大畢業的 哈哈哈哈